人脸作为门锁的钥匙可靠吗? 高超的化妆术,极度相似的人脸,能够造成人脸识别机器的误判吗? 让我们拭目以待 为了保护我们人身和财产的安全 锁在五千年前被发明,并沿用至今 但是,无论机械锁设计的多么精密 还是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被打开 于是,密码锁、指纹识别锁的各种各样的新型闻锁出现在了市场上 由于开锁方式容易被复制 它们的安全性也一直受到人们的质疑 那么到底有没有一种锁,它的钥匙是唯一的,并且不可复制呢? 面对这一情况,人脸识别锁诞成了 它只有唯一一把钥匙,那就是你本人的脸 但是,人脸作为门锁的钥匙真的可靠吗? 人脸信息真的是唯一的开锁密码吗? 它真的无法被复制吗? 这一上午好 是很有意思 你看,你在这儿就没有反应 我刚才就试了,没反应 对啊,所以说我是唯一的钥匙 凭我的意思来说 你再考高科技的东西,它一定有欧洲,对吧? 你看我上学的时候,寝室里那么多柜的 我一把钥匙能开一堆柜的 更没说什么万能钥匙这一类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我还要研究研究 不能简单地说它没有落空 在国内外电影中,我们经常能够见到摄像头自动追踪嫌疑人的镜头 人脸追踪的场景被演绎得神乎其神 人脸兴起的唯一性在这里得到了体现 这一切是虚构还是现实? 通过摄像头追踪嫌疑人真的能够实现吗? 2012年8月14日,公安部A级通缉班周克华被击毙 震惊全国的苏湘铁系列持枪响截杀人案件 成功告证 这些案件里,面固大些想象的摄像头所拍摄的录像资料 在搜索犯罪嫌疑人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人脸识别系统真的能像电影当中描述的那么神乎其神吗? 生活中这些摄像头能把我们第一时间从人群中识别出来吗? 今天咱们就来好好验证一下 走 我们的达人将电影中的人脸识别设备还原到现实 想通过对人脸信息的抓取实验 来探索超级识别机器的奥秘 您站在这个位置往后站一点,我取得出去 现在把它留住 我们将宁愿的面部信息输入到信息库中 为接下来的实验做准备 然后这样之后,有了它的信息就等于说一群人过来 就立马能把它识别出来 对 宁愿和孙迅来到北京师范大学副主中学 他们要在学生们的配合下展开人脸识别机器的实验 宁愿将躲藏在同学们中间 在同学们的掩护下通过人脸识别机器 观察机器能不能将它识别出来 宁愿会被识别机器捕捉到吗? 让我们拭目以待 实验场地设定在学校的一处走廊里 孙迅和中科院专家在一端抓紧时间安装机器 我们的人脸识别机器有两部分组成 一台装有识别软件的笔记本 和一个用于抓捕图像的高清摄像头 宁愿和同学们在走廊的另一端做着准备 我们这边有一个小摄像头 就这么大一点 刚才据说是能够把我从你们当中摘出来 不信 对吧 我也不信 现在一会儿呢我就藏在你们中架 然后大家就大大摆地走过去 看这个摄像头能不能发挥到它的作用 好不好 好 潮视设备时孙迅发现 因为走廊太长 摄像头拍到的画面非常模糊 在监视器上根本看不清远处的同学 这种情况下 人脸识别机器还能正常工作吗 在咱们这儿基本上就准备完了是吗 对 只要它过来 对 走过来 咱们脸就会识别出来 哦 那就能把它在机器人当中抓到是吗 对对对 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好了 好啊 我们这儿好了 你们随时过来吧 好了是吧 那我就准备开始了 好 那个 我就藏下去了 等会儿 一会儿再藏下去 蹲下去吧 蹲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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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个帽子 不是好 准备走了啊 喂 你看 我估计选 因为刚才走的时候就学生说我这衣服出问题了 你过来看一下 已经给您识别出来了 实验中 银元混在人群里 朝识别机器走来 它刚一露面 机器就在第一时间将它识别了出来 通过线制器 我们可以看到 尽管摄像头提供的现场视频清晰度很低 但是在通过走廊的这短短时间距离 人脸识别机器竟然三次抓到了明源的面部图像 识别效率很高 但是在实验过程中我们发现 整个识别过程除了明源 人脸识别机器还抓取到了另外两个人的照片 这又是为什么呢 这个结果是否表示 人脸并无具有唯一性呢 人脸识别系统进行一次识别需要三个步骤 第一步判断是否存在真的人脸 并对真实的人脸进行成像 第二步在人脸上随机获取信息点 每三个点连成一个三角形 第三步将数据化的三角形 与数据库内事先已经存入的人脸面部数据进行对比 进而完整整个识别过程 再次回放录像我们发现 当明源的面部被遮挡时 系统无法对它进行取点对比 就会选择画面上跟明源长相最相似的人 作为被识别人 这跟摄像头的精度有关系 如果摄像头分辨率足够高 这样的现象是不会发生的 我让学生把机器拖了 然后都穿变装 这样可能服装上面还会有一些混淆起来 宁源未来让自己能够更好地藏到人群里 让学生们拖掉教育 他自己也身着不同的衣服重新实验 这无疑增加了实验的难度 好 我走到你们装店 生意愿就准备好了 好了 我们这好了 好 预备 走 准备周向的宁源信心满满 这一次他是否可以成功躲过设备的追踪呢 实验出来了 这么快 我看看 真的是 这么快 你看 跟衣服没关系吧 通过回放画面 我们可以看到 尽管宁源一直逼着头向前走 人脸识别机器还是在他抬头的一瞬间就将他抓了出来 而且在这段不到十米的道廊里 识别设备成功地记录了两次识别画面 小宁的挑战全搞失败 你看 不要小看这个小小的摄像头 我觉得这还是不能说明问题 这个你看这环境 这波道顶多两米 然后学生就是五十个人 就不能蒙起生活中正常的场景 你这意思是学生都是组织好的 对 咱们要实验的话 咱们就到一个开阔一点 或者说是人多一点 到一个真实的场景 对不对 可以啊 没有问题 知道是接受挑战吗 接受 好 那走吧 北京地铁的人流量高居全国之首 每天乘坐的人次近一千百 这里不仅人流量大 而且环境复杂 这一次小宁决定在这里进行实验 对于我们的识别机器来说 这是一个选新的体验 宁冤将乘坐地铁来到和孙迅约定好的地铁站 孙迅和专家将在下车到出站的这段距离内 选择最有向的位置安置摄像头 利用识别机器来找到宁冤 宁冤和孙迅为接下来的实验各自做的准备 在这样人来人往的环境里 识别机器能否成功抓到宁冤呢 好戏即将上演 从地铁中走出来的宁冤在涌动的人流中东躲西藏 还用柱子为自己做演出 他并不知道孙迅会在哪里设置摄像头 人们以为已经成功躲开了识别机器 没想到识别设备巧妙地躲藏在电梯口等着自己 这么快地把你推倒了 这里除了前面行走的乘客 根本没有物体可以用来躲闭 面对这一结果 宁冤哭笑不得 自己之前设计的方案全部落空了 这次使用 孙迅看似徐强 在一侧仅有的两个出站电梯位置 设置了识别机器 他判定大多数人会经过出口出站 在这里通过人脸识别机器 抓住凝缘的可能性最高 事实也证明他的决定是正确的 人脸识别机器准确地辨认出了凝缘 通过这一点我们可以预见 如果地铁下面摄像头覆盖范围无死角 并且都安装了人脸识别系统的话 嫌疑人将无处可藏 电影中的场景真的可以完全还原到现实中 地铁中的挑战实验 以人脸识别机器大获全胜而告终 面对这一结果宁愿提出了新的质疑 如果将自己打扮一下 是不是就能够躲过识别机器的追踪呢 不服输的宁愿执意要再做一个实验 众人转场到人流更多的北京西站 这里作为铁路枢纽 每天的客流量超过一千万 识别机器在这里面对的将是更加海量的人脸信息 以及经过装扮的宁愿 这次它能将宁愿再次从人流中识别出来吗 我们的实验马上开始 宁愿给自己戴上了鸭舌帽 甚至还戴了一副眼镜 不仔细看还真是分辨不出 这就是宁愿 它将混在前往西站的人流中通过天桥 这一次我们的人脸识别机器就在桥头等着它 装扮后的宁愿能否逃过识别机器的追踪呢 宁愿混在人群里向前移动 它故意把帽眼压得很低 虽然帽眼遮住了上半部分人脸 识别机器并没有马上识别出它 但当它一抬头的瞬间 大部分面部信息呈现在机器面前 设备很快将它识别了出来 宁愿抱着最后一次希望 戴上口罩尝试能否被识别 终于人脸识别机器毫无反应 原来口罩遮住了大部分面部信息 使识别无法正常进行 但如果这台机器放到各种场子的安检路口 宁愿还是要乖乖摘下口罩被检查 到时候它依然还是能够被人脸识别机器辨别出来 我们见识到的人脸识别系统 在多人中识别个体的能力 无论在学校还是地铁站火车站 实验证明如此大量的人脸信息中 识别设备还是能够快速准确地识别出宁愿的脸 人脸是我们区别于其他人的最直接的特征 也是我们识别他人的首要参考条件 世界上出现有着完全相同面部的人的概率 为640亿分之一 这个数据可以以人脸作为识别密码的唯一性 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也因此才有了众多以人脸信息作为唯一识别密码的加密技术 人脸识别门锁和机械门锁哪个更加安全呢 人脸作为钥匙是否可行 它能否被复制呢 宁愿将通过一种数挑战人脸识别门锁的漏洞 它会成功吗 一位熟练的锁家打开一把机械锁 仅仅需要几秒钟的时间 原理简单的机械锁渐渐无法满足我们对安全的需求 一些犯罪分子利用这一点 给人们的财产和生命安全带来极大隐患 那么新型的人脸识别锁会不会也存在设计上的缺陷呢 人脸识别锁号称只有唯一一把钥匙 那就是主人本身 但是如果这把钥匙出现了问题 主人容貌发生了改变 是否就意味着锁的失灵呢 我们将把名人的面部信息输入数据库 经过化妆以后 再到人脸设备前进行识别 看识别机器还能否认得出它 面连键很好 成功 没问题了 这次实验 宁元将通过化妆和易容来挑战人脸识别机器 改变容貌的宁元 人脸识别机器还会认出它吗 化妆师吕燕常年为剧组和易容化妆 尤其擅长化妆妆人物 在听到我们的邀请后 她显得信心十足 第一次化妆师颠覆性地把宁元装扮成了一个女孩 三 二 一 是不是很漂亮 我觉得真的一点都认不出来是宁 你知道吗 这样的改变对宁元自己来说都难以接受 我们的识别门禁还能认出它吗 宁元宁可自毁形象 也要找出人脸识别机器的漏洞 实验场地已经准备完毕 毛宁顿的对决即将上演 好了 准备好了啊 吕燕的化妆团队把宁元化妆成了一个女孩 戴上假发的宁元像是完全变了一个人 识别机器还能认出它吗 对对对对 把这个签的化妆给露出来 对 你把手这样扶着就 对对对 就这样 好 宁元像无好 别丢人了 你看宁元像无好 你化成这样还是能认出来 宁元像无好 在人脸识别门禁前 化妆后的宁元被第一时间认了出来 完了 那这装白化了 通过观察我们可以发现 虽然它戴着假发 但是各个面部器官并没有被遮挡 浓妆也没有改变这些主要面部器官的位置 识别条件依然成立 所以宁元被人脸识别机器很快认了出来 你跟小乔这个 你再化妆也行 你再换一个妆子 时间是把杀猪刀 化成一老头 我看起来 化成一老头他我也认不出来 我脸上褶子都已经堆在一块了 行 他肯定认不出来 还得依靠咱们的化妆团队 在经历了一次失败后 宁元和他的化妆 化妆团队明显谨慎了好多 这次他们要对宁元进行易容装扮 为了得到逼真的脚果 宁元的假护须 竟然是用头发一根根粘上去的 哎呦 宁元爷爷 这真的 不过我觉得这妆特别适合他 来来你赶紧看眼自己 你不就已经快点配合动作了 看 看来 真好 真好 真不错 这一下 我觉得这会儿我心里都有点打鼓 到底能不能够通过呢 如此精细的易容 让一旁观看了孙迅不仅有些担忧 这一次恐怕超级失败机器 要遇到难题了 我们看看能不能够 孙迅担心的事情果然发生了 虽然宁元站在了失败机器年前 可这一次 人脸失败机器迟迟没有做出反应 正当宁元觉得自己要挑战成功的时候 令他失望的声音再次响起 命远向你跑 爷爷 命远向你跑 哎呀又白话了 被识破了 一点成就感都没有 为什么这次识别 过了这么长的时间才完成 是什么影响了系统的正常运行呢 仔细观察易容后的宁元 我们不难发现 宁元的甲壶须 呈电状紧密地覆盖在嘴唇周围 这直接将部分面部识别点挡住了 如果随机取点识别的时候 无法取到被遮住的识别点 那么识别就无法完成 系统就会进行再次尝试 直到获取了足够的 可用于识别的信息点 才可以确认 被识别人员是否在数据库内 化妆团队的易容术 还真是给超级识别机器 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但无论如何 人脸识别机器 还是成功认出了易容后的宁元 两次易容实验 宁元分别化妆成女孩和老人 识别机器都成功地认出了它 然而它又产生了新的疑问 这么先进的设备 这是没有 你再化妆 还是能够把你试得出 那现在是有问题 因为这不管怎么说 我底子好 所有人这两个 化了两次妆 这底子都是一个人 所以才能认出我 那如果是两个 长得很像的人呢 可是我现在找不到 一个跟你像的人 没法来试 跟你像吗 我都化了这么多了 我都化了这么多了 早跟你像 早跟你像的人 谁像这么像 找个像 那还不容易 来来来 我们化妆师在 我给你找一个 来来来 两次挑战失败 宁元产生了新的疑问 如果是长相相似的两个人 人脸识别机器 是否会认为是同一个人呢 他顺手拉来来 一位现场工作人员 要求化妆团队 将他和孙迅 装扮成相似模样 来考验识别机器的辨识能力 这个突如其来的想法 会给人脸识别机器 带来怎样的麻烦呢 为了让大家更清楚地 看到识别效果 我们找来了一台 新的识别机器 这台机器的旁边 就有一个小门 一旦识别成功 小门就会自动弹开 表示门锁被打开了 宁愿把化好妆的 孙迅的面部信息 输入数据库 看看与其相似的工作人员 能否通过人脸识别门禁 这是沉上了 对 这个不是说完了吗 咱们把 你再试一下 看他那个识别机器 孙迅 孙迅 看下来 说明是好使的现在 现在就该换人了 换人 我让我争点气 已经化好妆的工作人员 站到了设备面前 与孙迅相似的他 能够得到识别机器的认可吗 谢谢 谢谢 失败了 我们仔细观察 化好妆的两个人 无论从脸型 还是五官细节 都有差别 宁愿 你能找一对 更像的人来实验吗 肯定是 你看 第一我俩 就是肯定 还是有一定差别的 尽管 已经化了很多 妆是一样 没错 你说咱俩又不是双胞胎的吧 怎么可能 哎呀 我正在哪想 如果这化妆再不像怎么办 双胞胎 没错 那我就去找双胞胎 你确定 你要找双胞胎 我确定 好 你在这儿等着 您去卸妆 好吧 我去找双胞胎 拜拜 拜拜 在许多城市里 白天在家里留守的 多是些老人和孩子 他们应对突发事件 和入室盗窃的能力 相对较重 而快递签收 水电收费 家电修理的工作时间 都是在白天 这也让某些不法分子 有了可乘之机 2012年7月30日 快递员张某 贾接送快剑入室作案 将一北漂女歌手 骗开门后 对其进行猥亵并杀害 因为这起 吵得沸沸扬扬的案件 快递员身份 可能被个别犯罪分子 利用进行作案 成为公众关注的热点 装有人脸识别系统的文索 给记忆进门的 每个人的面部信息 还可以根据全线 限制数据库之外的人进门 这样就更大程度的 保证了家里老人和孩子的安全 无论是化妆还是易容 明远都没有找到 人脸识别机器的漏洞 接下来的实验 他真的找来了一对 长相极其相似的双胞胎 这一次人脸识别机器能否分得清楚 这对双胞胎谁是哥哥 谁是弟弟呢 人脸识别所的唯一一把钥匙 是否就变成两把了呢 宁远和孙迅一起来到了 历史悠久的北京师范大学 他们想让同学们配合做一个实验 看看能否在短时间内 凭着观察和记忆 对这对非常相似的双胞胎生意 进行一个正确的辨认 宁远和孙迅兵分两路 孙迅和申浩老师来到同学们中间 向同学们讲迹实验规则 待会儿呢 我们也会有一对双胞胎到这里 然后大家呢 这个火眼睛睛啊 来辨识一下 看一看能不能看出谁是谁来好不好 好 大家来 现在咱们就围成一圈好吧 从各个角度来辨认 来 我们这个散开点过来 对 咱们围成 对对对 您允许双胞胎兄弟则在立足室内 做着表演准备 看着你们两个的样子 然后呢 咱们再折过来 把身上的衣服换成一样子 看谁还能分出来 好 好吧 走走走 这一次他并没有急于挑战人脸识别机器 而是从验证者孙逊一起 带着这对双胞胎 先来到了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他想知道 人的肉眼通过细致观察后 是否能够准确地辨识出 这对双胞胎 谁是哥哥 谁是弟弟 小胞胎到现在还没有辨识出来 所以待会儿就要考验大家的火眼清兵了 对 但是我们这个就这样看的有点无聊 咱咱露点绝火好吧 他们是练杂技的 对 所以呢 待会儿要给他们露一手 这对兄弟 哥哥叫杨林 弟弟叫杨健 是相似度极高的铜卵双胞胎 他们从小一起长大 现在同在一个杂技团担任杂技演员 无论从体型和长相上看 他们几乎一模一样 看来 为了找出石饼门锁的漏洞 宁元还真是下了一番苦工 寻找到了一对相似的脸庞 聪明活泼的同学们 会不会想尽办法 努力记住双胞胎的特征 并让他们成功区分开难 太大了 想这个不行 不不行 别打扰他 对 不能打扰 他手是没使劲的这会儿 一段精彩的力量表演后 同学们近距离观察了杨林和杨静 一会儿两兄弟就要换上相同的衣服 那个时候大家还能够分辨出他们吗 我们现在我带他们去化化妆 然后回来以后你们再尝尝看哪个人 待会儿就没有黑白之分了 过来这就是两个完全一模一样的 到时候再让大家再让大家来辨认好不好 现在那个学生我估计他已经静待了 刚才你们表演太精彩 接下来更重要 咱们先化化妆 把脸上这些 就是两个人之间有能看出来不同的地方先给他遮掉 好的 然后顺便咱们迷惑以后 刚才我看了好多学生盯着你们两个的这个配置去看 对对对 你们俩也别摘 坏了 咱们来这个简单总结一下 你们刚刚观察到的 这兄弟啊 知道有哪些细节上是 你们看到的 就是有一个人 稍微的凹一点点 哥哥的右派用线上有个纸 弟弟是右手带了一个就是猪链 然后哥哥 我告诉你待会儿他指定得摘 但是我觉得他摘了以后 他肯定还有印记在上面 然后哥哥他的那个 这边比较发达 就是先往这边 一个是卷的 宁元不仅让双胞胎兄弟俩换了衣服 还将他们身上一些抑郁被辨识出来的细节 也进行了伪装 赤品相互做了交换 在弟弟杨健的脸上 也画了一颗与哥哥杨林相同的黑质 这一下 连他自己都分不清 这两人谁是哥哥 谁是弟弟了 我刚才你们换了衣服 我进来我还特意注意一下 你们两个谁穿黑谁穿白 现在换了衣服 这里分不出来了 走走走走 这是我们的事 宁元与兄弟俩同心回到了场上 他只给同学们十秒钟的时间 让他们迅速做出判断 并站到认为是哥哥杨林的后面 倒计时马上开始 开始 十秒钟 十秒钟快快快快快快快 八 七 六 站在哥哥后面 站在哥哥后面 三 三 二 一 好 时间到 时间到 不能改了 时间到 我先问一下 你们觉得他是哥哥是吧 对 原因是什么 凭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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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智子是假的 哈哈哈哈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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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什么 他当 假的 谁谁的智子是假的 他的 哈哈哈哈 我们看看 我们看看 哪呢 他的也是假的 他的也是假的 这个智子是假的 谁说的 你看 抹都抹不掉 抹不掉 抹不掉 真的 你抹一下 他那智子到底真的 去抹 抹 你也是真的 哎 他我是假的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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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到了 回山坑 哎哎 都是空调 难回了 这样吧 这样吧 现在基本上最好吧 对 大家都站好 对了 你还是很坚持 对 对 你们还是坚持 对 很好很好 坚持到底 到底谁是哥哥呢 来 哥哥向前走一步 哥哥向前走一步 好吧 其实这位才是哥哥 是不是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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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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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俩在这个时候 大家这个时候 再来仔细看一下 好 再仔细看一下 他们俩 虽然聪明的同学们 看出了不少 双胞胎兄弟俩 继微的不同 可还是有将近一半的同学 怕到错误了 人的眼睛对双胞胎 如此低的辨识率 让宁愿信心十足 这么相似的兄弟俩 人脸识别机器还能分得清吗 双胞胎 双胞胎和三胞胎 分别挑战 人脸识别机器 能成功吗 本期节目 让我们一起 临续里挑战 超级识别机器 揭开他们的神秘面纱 回到实验现场 孙迅迫不及待地提出了实验要求 宁愿将哥哥杨林的面部信息 输入数据库 他想知道 与哥哥长相相似的弟弟杨健 能否得到人脸识别机器的认可 冒充哥哥的容貌 打开识别闻锁 这样我觉得应该在这之前 让他先试一下 对对对 对吧 本人的先得打开 这个如果通过的话 哎呦 那立马就打开了 你看 好 这个是转用了 本人是对的 那么换了这个长得 十分相似的这个特别 是不是也能通过呢 咱们来考验一下 别急 这一次为了迷惑人脸识别系统 宁愿又在现场给弟弟杨健 点了一颗黑痣 这一下双胞胎看起来 更加难以分辨了 实验马上开始 来来 面对学校同学们 人脸几乎50%的错误辨识度 宁愿显得信心十足 这一次人脸识别机器 能经受住他的挑战吗 识别失败 请同事 在识别机器前 无论怎么尝试 弟弟杨健 始终无法得到 人脸识别机器的认可 他根本无法冒充 龙帽与他非常相似的哥哥杨林 骗过人脸识别机器 机器坏了 他哥的是 机器坏了 不信 再试试 哥哥再满足他一下 你看 开了吧 没坏吧 这回服了吧 我什么什么 我跟你说别急啊 别急 我还留了一手 我跟你说 我那儿还有一个 我还 不仅有双胞胎 我还准备了三胞胎 三胞胎 好吧 没关系 我们等着你的挑战 但我们肉眼看来 几乎一模一样的两兄弟 人脸识别机器 是怎么分毫不差的辨认出他们俩的呢 或许从两兄弟的照片里可以找到答案 我们随即选取两人面部主要器官的三个点 连成一个三角形 有肉眼难以辨别的细微差距 经过电脑对比 两人面部的三角形数据图形 仍然还是存在的非常细微的差距 因此即使面部长相 如此相似的双胞胎 经过电脑数据对比 仍然可以很容易地发现 这些细微的差别 像这样的人脸三角形数据 在电脑识别过程中 可以有16万组进行快速对比 从而很快地将这对相似度极高的 同卵双胞胎区分了开来 三月 怎么样 这是三个是吗 你从哪儿找来这么多长的 不一样的人啊 双胞胎挑战的失败 并没有打击宁愿挑战 人脸识别机器的积极性 她竟然找来了一组三胞胎姐妹 在这个年龄段里 这三姐妹是目前北京地区 唯一的一组三胞胎 我叫李希 我叫李婉 我叫李婷 哈喽 我就是一直在 你这样赶紧来接受一下 咱们机器的显色好不好 我给你说别急 刚才认识她们以后 我脑子里出现一个游戏 咱们先做一个游戏 然后我就回来做学 好好好 那要带着她们吗 不能带 不能带 那你去发现吧 好开心 宁愿准备用三胞胎姐妹 更加相似的脸庞 挑战人脸识别机器 在北京师范大学 副主中学的课堂上 宁愿将三胞胎姐妹 各自的面部照片 分别打印出来 并制成拼图 她想通过拼图游戏 看看同学们肉眼 对着三胞胎姐妹的辨识度 究竟有多高 明远和孙迅 将事先准备好的 多胞胎三姐妹的照片 分别分给了六组同学 并将三姐妹的照片 投影到了黑板上 供同学们参考 很擅长玩拼图游戏的同学们 立即兴致勃勃地玩了起来 在规定时间内 同学们能否顺利完成游戏任务呢 完全在需要 不就是后期 大家一起去 你们可以互相在试试点 这两个 这两个 大家还切一个 夹一头 小鸡 太大了 等会儿 时间到 大家都坐下 大家都坐下 我们从这一组织 最早来的 他们一完成 就告诉我 好像不太对 为什么觉得不对 头发 没错 你说的特别对 你看这个头发丝 明显不是一根 对不对 对对对 这两个 你看这个 我觉得跟这两个 对 它那边是白一点 你看这个头发好像还是不对 你看 这两个 你看我这 你看现在 你能判断它就是不对的 这样吧 咱们给它翻完看 对 咱们看一下答案吧 这是三个的 老三的头 老三的眼睛 老一的 老一的脸 这个错了吧 这是老一 这两圈是一对的 所以这是大姐和三妹 两张脸拼在一块 再看这个 老二的 老二的 看下面对比 老一 老二的 对了 对了一个 对了一个 没有 这是头发换过之后 对了 哦 一个没对 可以 一个都没对 绝对是对 就是对 你没作弊吧 没有 这个咱们直接叫 我觉得 一 三 那这肯定对了 对了 好 那下面对 下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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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呀 来 来 三 拼图游戏结束 经过宁元和孙迅的最终确认 在这六组同学中 将三胞胎面部照片完全拼对的竟然只有一组 这比肉眼辨识双胞胎的辨识度又低了好多 面对这个结果宁元信心十足 他认为这次高度相似的三胞胎姐妹的脸庞 也许能够让人脸识别机器做出误判 这个人眼对这个细微之处的辨识还是不是那么容易的 对 我相信机器再看一眼这个 然后再看那个 我估计它没有那么快的反应过程 会吗 这个机器到底能那么多识别出来呢 走咱们试试 好 谢谢同学们 拜拜 拜拜 女远和孙迅回到实验现场 他们将三胞胎的拼图带了回来 让三胞胎姐妹自己尝试拼图 面对自己的面部拼图 三胞胎姐妹能拼对吗 开始 开始 十 九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五 六 六 五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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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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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老S 你是老二是吗 你看 我还觉得你没到亲的话 或许学生拼得强一点 你是对的是吗 对我是对的 只有他是对的 咱们现在做一个好玩的实验 咱们把三个人的资料 一股脑全说了机器 你看人家机器走不平 你看一下 这是老二 老二 李晶 李鸟 三个水 这样咱们就开始吧 那别等会儿 我那时候我怕了 我怕三个姐妹趁着我糊涂 然后蒙我 这样 咱们手上都写上名字 好 为了确保识别结果更加准确 宁愿让三姐妹在各自的手心上 分别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很显然 她也分不清楚 她们三个人到底谁是姐姐 谁是妹妹 咱们现在可以来测试了吧 老大先来吧 好 咦 这一个不就已经过了吗 这一个不就已经过了吗 而且没有问题 好 行 我来二 好 我们看看啊 二 二 我也说了哦 没错吧 我肯定了 还有一个了 来 零秒 零秒 很清晰 还能把一个字给说出来 你看 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人脸识别机器经过面部信息对比 仍然很轻而易举的将三胞胎分了出来 接下来 技术人员让人脸识别机器的数据库中 只保留三胞胎中妹妹李鸟的面部信息 剩下的两个姐妹将试着冒充妹妹李鸟挑战人脸识别机器 看看能否凭借着自己与妹妹李鸟高度相似的脸庞 打开人脸识别机器小门的门锁 识别失败 请从事 嗯 为什么 再来一次啊再来一次 我坏了 李鸟 是不可能的 你看都没有任何反应 还是失败 对吧 好 没关系 是不是还有人 李鸟 李鸟 能不能帮她返回呢就看你了 好 抱在她身上 抱在她身上 找她吧 动一动 倒是开啊 动一动 对 左右 识别失败 请从事再给你一个机会 再试一试 对 你就喊我是李鸟 我是李鸟 我是李鸟 她都告诉我她是李鸟 就拍一下 哎呀 还是失败 还不错 还不错 怎么样 小念有这位呼了吗 长得如此相似的三姐妹 我们用肉眼都很难分别出来 而人脸识别机器 却照旧能够准确地辨别出他们的身份 一系列的实验都让验证者感受到了 人脸识别机器识别速度快 识别精度高的特点 实际上没有在你对在相的人了 那当然了 除非你找什么机器人 咱们这个三方男已经是最高级了 你又提醒我了 你等着啊 你等着 我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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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啊我想打印一个用咱们3D打印技术来打印一个我1比1的人脸 您觉得这个好实践吗 没问题 然后你比如说你看一下我给你看一下这个东西 这个像这种造型就是你看这个精度可以到这种程度 你像这个比人脸的话这个机器可以精确到正负0.1个毫米 正负0.1个毫米 对所以说这个人脸的话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哦 那好 那怎么样了 来 你先坐一下 然后我让这个工作人员把这个头头给处理一下 好好好 我等啊 这一次宁愿准备动用高科技手段 复制一个完全逼真的自己 依3D打印技术挑战人脸识别机器 一个前所未有的实验就此展开 3D打印技术是快速成型技术的一种 它是一种以数字模型文件为基础 运用粉末状金属或塑料等可粘合材料 通过逐层打印的方式来构造物体的技术 在珠宝建筑工程汽车和医疗领域都有进入 我们平时常见的复印机可以1比1的将无纹原件分毫不差的复印出来 但它只是二维平面 而3D打印机却可以将原有三维立体物体 分毫不差的复制出同样的三维立体物体 宁愿想要得到一个完全逼真的立体的自己的脸 就必须想要通过3D扫描 得到自己面部所有特征的三维数据才行 再将这些数据用于之后的3D打印 我们看这核心是点的 哦 这么多点啊 对 你看 现在是点 哦 现在整个身上直接点加一块有91万个 对 网格 以点汇程的网格有177万个 对 现在是网格 那我这行肯定是跑不了 对 我肯定我只要保持我不动 那我这个最后造型肯定是 它就是直接对应的是我不可能别人去模仿 对 因为进入里面的一毫米了 哦 那我就可以拿这个做成3D的一个模型 然后拿它去护弄那个机器 好 太好了 宁愿拿着有自己的面部特征的三维扫描数据 来到了北京市建筑设计院 这里就有一台3D打印机 在知道了我们的来意之后 院方答应无偿帮助小宁打印一张他的3D人脸 有着宁愿面部特征的三维扫描数据 被输入这台3D打印机之后 机器开始工作起来 这样的打印机打印出来的三维立体物体 与原物相比 乌差不会超过0.1毫米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宁愿脸庞逐渐显现在打印机中 这个打印出来的三维立体脸庞模型 在视觉上跟宁愿本人的脸庞一亿模一样 他这个重量接近玻璃缸 应该差不多 嗯 这一次明远将以3D打印技术制作出来的 完全逼真的自己的脸庞 挑战人脸识别机器 通过高科技手段 高精度复制出来的无人的脸庞 是否可以疑惑到高精度的人脸识别机器呢 刮胡子没刮干净 这留下来的那个血印子 这都有啊 哦 这个颜色一下就不一样了 对 一下就烧了 嗯 它这个干了以后还会再稍微再浅一点是吗 嗯 稍微会浅一点 嗯 怎么样 从测试上看更比人 电磁骨射人们对它弹指色变 它的危害精进有多大 时有时无 时强时弱 验证者将用最先进的科剧仪器 带领我们一起触摸电磁波 宁元带着3D打印的自己的脸庞 来到北京理工大学机器人研究所 在这里他找到了一个完全能带着自己行动的替身 机器人 对 这里的机器人具备很高的行动能力 可以精确地完成复杂的打拼发球动作 宁元决定亲自测试一下机器的能力 好 测试了 怎么样 挺好 我觉得领试都特别好 对 它能走直线嘛 然后像分身一样 可以 前进放快 测试都可以 哦 那就比较好 嗯 那我们是不是像刚刚说的 对 我给你们介绍这个实验 对 我们一会儿就想把这个脸放到这个位置 然后呢 让它去测试一个仪器 对 然后能不能通过我们这个人脸实践系统 对 把它认成小脸 你觉得行吗 没有 没有 对 那这个可不可以 按照 能不能把这个给它拆掉一步 我们把外壳一部门拆掉 好好好 真的可以 好 接下来 宁元找了一个旧的乒乓球拍 将3D人脸固定到上面 经过一番改装 宁元将3D打印技术复制的自私的脸 安装到了机器人身上 这台机器人会主动走到识别机器前 完成识别过程 宁元真人的脸部数据 事先早已经储存到了识别机器的数据处中 这一次 面对带着经过高精度复制出来的宁元脸庞的机器人 人脸识别机器会将它识别成为宁元本人吗 与宁元本人脸庞视觉精度相差不到0.1毫米的3D打印人脸 能否成功挑战人脸超级识别设备 实验马上开始 就放这儿吧 好 我再试一下 昨天我这个 我看看 没问题 好 好 来 加油 好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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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一次 识别设备并没有给出正在扫描的反应 相反 面对这张和宁元看起来一模一样的脸 它竟毫无反应 这又是为什么呢 我再上去再试一下 我再上去再试一下 你看 没问题 但是这个还是 这个我觉得我刚才这个脸都已经很争灵了 嗯 其实它的脸还是对的很正的 就没有对的很正 对的很正啊 对啊 对吧 嗯 原来 这台人脸识别设备安装有近红外成像技术 近红外光可以穿透塑料玻璃等物质 对真正的人脸进行成像 3D打印人脸的材质为陶瓷粉末 无法有效反射机器发出的红外光 在设备看来 它的面前空无一物 所以无法完成识别 如果真正的明元站在机器面前 即使在完全无光的情况下 也能够正常识别 所以在深夜或者是无光的楼道中 这种人脸识别锁仍然可以有效运行 我们进行了两种超级识别机器的人脸识别挑战实验 首先是人脸抓取设备 无论在学校走廊 地铁站 北京西站 还是过街天桥 人脸抓取设备都能够出色地完成识别任务 找出隐藏在人群中的宁愿 电影中描述的识别场景 在现实中真的可以实现 然后 验证者们针对人脸识别所和人脸识别门禁做了实验 他们成功地识别出了化妆和易容后的宁愿 更经受住了来自铜卵双胞胎 和铜卵三胞胎的高相似度人脸识别挑战 就连装有高精度3D打印宁愿脸的机器人 也无法成功骗过人脸识别机器 所有的实验让我们见识了人脸识别技术的神奇 各种不同的人脸识别设备以不同的方式保护着我们生活的安全 当然人脸识别技术的应用并不止步于此 有一天 我们的人脸可以代替银行卡和身份证件 却将大大增加生活的便利性和安全性 这些功能极具未来科学的意味 也许这一天并不遥远了 我看这颗图了 我相信通过这些实验图 我相信在这颗的将来 变幽园的那些场景肯定也会成真